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个曲线 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说 它的反应怎么样 那它的力泡 那根据这个曲线 我们再来决定 针要加还是要减 比如说它一下飘得很高 我们要针要减量 甚至不打针 那如果说它怎么都趴在地上 趴不起来 好像最近的股票都趴在地上 那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加针 把它拉抬上来 是 那如果说加针也没有用的话 就是变成说 试管 改做人工这样子 对 没错 完全正确 是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段VCR 好 所以像这个是 多长性脑子中央请的病人 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说 它绿炮反应很强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真打下去 绿炮真的是很多 千万不要硬着脱皮硬要做 而且病人在家里 千万记得 夫妻之间一定要借急用人 因为你如果说 因为在这种这么多的绿炮 需要刑防 是非常有机会怀孕的 所以一定要怀孕的话 是不可收拾的 那这一点为了你的 其实说就算怀孕了 其实也很难成功就对了 怀孕是一定不难的 只是说一定要怀孕之后 小孩子会分泌HCG 会让发型脑胶过度刺激发生的 非常非常非常严重 是 那这个时候 如果真的很严重的时候 大人会有危险 那时候会有生命危险的 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少数的人 极少数的人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病人解释说 你这段时间一定要借急用人啊 你们两个不能刑防了 那后面一定会说 如果发生脑胶过度刺激 危险性很大 因为血管酸塞 不管你塞在脑部大腿 或者是心脏 都是很不舒服和危险的 是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段的VCR 我们来看一下这种 有很多滤泡的这种状况 其实我们今天的核心的指数 还是在这一个影片 就是说当你打着很多的滤泡的时候 如果人工受精 像这个病这么多滤泡的时候 赶快做试管 千万不要 或者是说 这个应该要发生过 因为这个可能打针打到第六天 第七天的大小 所以专业医师都会建议病人 在这个时候要转做试管 不是说为了要多赚病人的钱 对 主任讲的非常正确 就是说我们会解释 我们的苦心 以及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你的安全 那你这个时候改做试管 改做试管的话 不论就你的安全性 因为不遗产成功率 甚至搞不好还增加成功率 因为你人工改做试管成功率很高 那可是这时候你整个医疗过程是受到控制的 你要取卵 你要不要逐日 你要几个配列 都是你控制的 可是你人工受精 精子一打到变成子宫 接下来后面都不受控制了 这些精子可以讲好像是千斤万马 这样子一直奔奔奔奔过去 你也不晓得可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都有可能 这么多胞胎 那你知道越多胞胎 孕妇病人就越陷于非常危险的境界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在整个的怀孕过程当中 这个妈妈母体本身跟这个小孩子都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做医师一定要在病人怀孕成功 跟病人的孕妇或产妇的安全中间起到一个平衡点 不能说为了要怀孕成功而不择手段 不可以这样 也不可以说 当然这个当中哪里就靠医师的专业经验跟技术了 就说我什么时候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测 什么情况下要劝病人人工改试管 什么时候要劝病人试管改人工 那他的出发点都有他的背景的思考的因素在里面 当然有时候病人毕竟不像医疗从业人脸这么的专业 那你这个时候就要花一些时间把病人解释得很清楚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改 跟病人的一起的疗程不一致的时候 这时候你更需要跟病人解释得非常的清楚 我的出发点是为了你好 为了你的安全 或者说试管改作人工 我的出发点是为了帮你省钱 因为两者成功率一样的话 改作人工其实是不差 所以医师其实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安全的问题 在做考量 不过当然有些患者他可能经济方面的问题 他会觉得说想要去省这个钱 那我想要问一下这个蔡医师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人工改作试管势必花费要多一点 那试管如果改作这个人工 那可以省一点钱 那这个两者的这种差距有多少呢 就是省在趋养手势的费用加上胚胎培养跟组织的费用 这个加起来因为每家验收费不一 大概这个范围就是这个 这两个 趋养手术加足足胚胎培养 这两个加起来 大概可以省掉约4万到6万不等 就看每一家收费不一 所以也是可以省个几万块钱的费用 这个不值得 应该算大钱 4万到6万 尤其是最近境界不景气 所以你说人工改作试管 换言之就是说你人工改试管必须要 都花4万到6万 来买一个更安全的保险 那试管改人工就是省掉4万到6万 这是一个大数目的钱 是 不过有时候依照这个病人不同的需求 有时候这个病人想说做试管 这个成功率高一点 他愿意多花这个钱 那为什么医师不让他花这个钱 就要他从试管改作这个人工 有时候真的是要解释给病人了解 对 不过有时候病人 比如说像41岁或者说他都做过多数试管婴儿 一般来讲像我们遇到的 就是说他已经做过很多次 其实他非常了难医休嘛 有时候他自己也会要求说这个月 是否起销或者是所改作人工 所以他已经做到自己也变成一个专家 就久变成良医嘛 这个是因为真打在自己的肉体上 然后那个整个医疗过程 它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他记得非常清楚 而且判断非常精准 所以有时候人工改作试管 或试管改作人工 有时候我们跟病人解释的时候 有时候病人反而就说你不用解释 我了解 因为有些老病人 他们可能身经百战的 尤其是我们常常会接到一些 别的医院转程过来的歌 就是说他可能失败很多次 那我们在进行的时候 我们在进行什么样的一个医疗的行为 或者医疗的过程程序 病人其实都知道你在做什么 对 是 好 那我们再来 是不是再让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下 就是说试管做人工或是人工改成试管 他们的好处各在哪里 应该有一张幻灯片 好像是第一张 第二张 第三张 第三张 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有四大优点 第一个就是说 这是人工敢做试管的 可以减少软草过度四季中的群 可以减少多胞胎 那真的是很危险的话 就很简单嘛 把多元的胚胎冷冻起来 那这样的话危险几乎降到快要接近零了 那成功率也比较高 成功率也比较高 所以人工改成试管有这四大优点 其实我还是 我最核心的建议 最核心要考虑的还是低点 就是说可以减少软草过度刺激 是 那这完全就是安全的考量 病人可能很难想像说 卵巢过度刺激 危险严重起来是多么恐怖 有时候就是腹部的积水 胸部的积水 甚至心胞膜的积水 然后喘 没办法平躺睡觉 一定要坐着睡觉 没办法吃东西 耳心耳吐拉肚子 真的是苦不堪厌 所以卵巢过度刺激 能够避免尽量避免 如果实在无法避免 那你就把很严重的卵巢过度刺激 压到最不严重的 或是最轻微的 对 是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社管人工的一些好处 对 它的好处就是 其实就 它可以不必取消疗程 就是一颗立炮也可以做人工 那怀疑也不差 百分之四点九 人工受精 跟社管医院的成功率相近 那病人跟医师也不会起argue 不会起纠纷 病人也不会说 你只不报取消疗程 这样子的话 有时候医病关系会 变得非常的复杂或紧张 这是没有必要的 误会和冲突 可以这样说 是 好 那么 针对这个人工 是不是要改做市管 或者是说 市管是不是要改做人工 这一方面的问题 我们再请这个蔡师 来帮我们做一个最后的解论 你在做进行人工注印 就是人工受精 或是管婴儿疗程的话 你心中最好有一把尺 就是说 你真打下去 这是要为了增加成功率 增加卵子素 可是如果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你真打下去 有人反应就是超乎疫情的多 那这种情况下 你面对这么多 当然是很高兴 你表示说 你是属于很容易 怀孕的这个族群的情况下 那你跟医师讨论 我要改做市管婴儿 这样可以减少 暖胎过度刺激 减少多胞胎的风险 那如果说 你打得下去 步入疫情 原本希望有三到六颗 没有想到 再怎么打就一颗 是 那你不妨 在宿安管有通畅的前提下 去改做人工受精 因为反正 两者成功率都相近 大概十点多 都可以这样 都不高 那这样的情况下 你宁可把 市管婴儿的这些发挥 节省下来改做人工 那这样的话 你也许可以做两次 人工受精 对对对 是 所以有这些诸多的考量 不过这个专业的医师 都会帮你做最好的建议 好 那么今天我们节目 就进行到这边 那我们下个礼拜 10月23号 节目的主题 要跟大家谈的是 如何增加子宫内膜的厚度 那么也请观众朋友 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在这边 非常感谢 蔡医师 谢谢您 祝各位早日心想事成 是 同时呢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下个礼拜四 同一时间继续锁定 祝您好运节目 我们再会 若人工受精打针 如果反应太过激烈 可以改做四管婴儿 这样可以减少痘胞胎 减少卵巢过度刺激的风险 当然这段时间要尽量避免刑防 以免发生暖潮过度刺激症候群 请不吝点赞 这个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